香港众志秘書長黃之鋒一行人 來台灣訪問 除了拜會民進黨 時代力量黨部之外 今天下午也跟國民黨的立委 江啟成閉門會談 只是過程非常的低調 不過黃之鋒說 希望跟台灣跨黨派人士交流 凝聚挺香港的共識 而江啟成則表示 會面是屬於私人拜會 目的是想要了解目前香港的情勢 香港众志秘書長黃之鋒一行人 跟國民黨立委江啟成碰面 江啟成特別送上 從媽祖廟求來的護身符 希望港府能夠跟民眾理性對談 這才是最佳的解決之道 不過雙方閉門會談 很低調到底談的哪些事情 其實主要是關心香港現在的問題 那我們也了解一下他們的想法 對於任何香港的人士來台灣 不管是跟國民黨的個人 或者是這個人士見面對話 我想我們都是抱持一個關心的態度 來見他們 爭取台灣支持 就是希望爭取台灣不同背景 不同黨派的朋友 也能夠支持香港朋友 爭取民主選舉 所以不管是民進黨 時代力量還是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通通也希望有見面交流的機會 分享香港目前的狀況 尤其爭取民主來台灣進行跨黨派交流 黃之鋒尋求國民黨支持 之前呼籲台灣政府修訂難民法 但目前政府處於保留狀態 因為牽涉層面實在太廣 恐怕也是怕激怒對岸 要幫助香港人 短期之內最重要的就是 透過港澳關係條例去幫助香港人 任何的法律政策出事幫助到香港人 我們也會覺得是有正面的影響跟幫助 反送中運動升溫 現在出現轉還機會了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 那麼抗爭真的能夠結束嗎 現在香港人最重要求的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民主的選舉 就算香港特首是撤回途犯條例 也不會讓我們的抗議活動停止 黃之鋒說就算撤回 香港人還是不買單 態度很強硬 燃燒三個月的抗議 似乎沒這麼快落幕 記者消瓶六位臣 台北報導 好